英国研究指出 挖鼻孔可能易染肺炎哦 根据英国研究 挖鼻孔可能是个很危险的动作 因为肺炎的细菌 很可能就这样进入了人体 虽然挖鼻孔这个动作 对每个人来说都算是个正常的习惯 为什么研究会将它视为一个危险的动作呢 根据英国科学家的研究 他们要求手上沾满肺炎球菌的自愿受试者 进行各种动作 而其中一个便是挖鼻孔 肺炎感染若是处理不当 可能会致命 透过感染者打喷嚏 就可能传播肺炎的病菌 而根据利物浦的热带 和皇家利物浦医院附设学院的研究者 Victoria Conner说 这些细菌也可能透过玩具 甚至手机来传播 目前为止 这种细菌已经导致 130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 因此各位爸爸妈妈们 千万要多留心 避免您的孩子直接接触这种细菌 也别忘记了 要常清洁玩具和其他物品 别忘了 我们晚上8点 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